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 都要假装懂得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骑文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嗷呜 八岁小姑娘电话被陌生人打爆 都来咨询怎么接种疫苗 最近 大美帝有个小姑娘很是困扰 因为自己的手机号实在是太火了 每天都会接到超多的电话 问题是 这些电话还都是些打错的电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位烦恼的小姑娘 叫做索菲亚加西亚 和家人呢 一起住在密苏里州的沙利文市 她每天都会接到陌生人 咨询新冠疫苗的电话 索菲亚和家人就纳了个闷了 新冠疫苗找政府 找卫生部门天天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在网上一番调查之后呢 他们发现 原来索菲亚的电话号码 和亚里桑那州卫生部的疫苗求助热线 就相差了一位数 几年以前 一家子人呢 曾经住在亚里桑那州 搬家以后保留了旧号码 索菲亚的妈妈说 1月14号 索菲亚的电话 向了整整一个晚上 之后更是出乎意料的 电话每天24个小时 无间断打来 索菲亚和家人起初觉得 嗯 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 当这电话和语音信箱提醒 源源不断的涌来的时候 这个有意思就变成了超级有压力 他们不得不听人们发来的痛苦的语音留言 要求提供疫苗 一名75岁的女士 打电话恳求道 我试过登陆你们的网站 但是根本无法进入 请帮帮我 不过 聪明的索菲亚和家人 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 那就是录下语音留言 来引导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嗨 你已经接通索菲亚的电话了 但是 如果你是在寻找新冠疫苗接种 他们的正确号码是 第二条 今日份最大胆 这人被特斯拉起诉 被指控不到一周内 窃取26000个机密文件 特斯拉又提起一项针对前员工 盗窃商业机密的诉讼 这事前员工被指控 在任职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便大胆地将公司26000个机密文件 移到了个人账户之中 在联邦诉讼中 特斯拉指控亚里克斯 哈提洛夫 从2020年12月28号开始 担任软件工程师的三天后 便开始窃取大量代码 并从公司的内部网络 将大约26000个机密文件 移到了个人账户之中 这些文件呢 包含特斯拉用于一些重要业务的任务 流程自动化的代码脚本 这数千种贸易计算机脚本 是特斯拉工程师花了数年的时间开发的 特斯拉表示 他们是商业秘密 在公司大约5万名员工中 只有40名可以访问 而这哈提洛夫 是具有访问权限的特斯拉员工之一 特斯拉的诉讼含称 这些代表200个工作年的工作量的文件 对公司及其竞争对手都非常有价值 这些脚本将告知竞争对手 特斯拉认为 哪些系统对自动化非常重要 且有价值 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自动化 从而提供了复制特斯拉创新成果的路线图 特斯拉认为 哈提洛夫的窃取行为 是在故意和恶意损害公司的业务 不过呀 这哈提洛夫对指控予以否认 他认为特斯拉误解了他 且坚持认为 这软件文件是错误的放入了他的个人文件中 他没有计划窃取文件 或者将其交给其他人 他说道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20年 我知道敏感文件是关于什么的 而且我从未尝试访问 或者窃取任何的敏感文件 在远程工作期间 哈提洛夫在1月6号这天下载了更多的文件 当天 他被特斯拉安全团队的调查人员抓了个现行 安全团队检测到了文件下载 并通过视频通话与他展开了对峙 但是哈提洛夫推迟了与安全团队进行屏幕共享 且在此期间可以在视频聊天中看到他在匆忙的从电脑中删除信息 特斯拉方面认为 特斯拉方面认为呢 这哈提洛夫下载的脚本和他的职责无关 而且他还在试图掩盖自己的访问记录 1月6号当天 特斯拉就解雇了哈提洛夫 第三条 今日粉最吓人 地球的死亡速度远远超过科学家的预期 一份发表在《保护科学前沿》杂志上的研究报告称 人类正在临近可怕的未来 地球新一轮物种大灭绝 健康危机和气候变化对社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只有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认真地对待环境威胁 才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份研究报告呢 是由来自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17名研究人员 共同撰写完成的 他们描述当前地球生命面临着三大危机 第一,气候破坏影响 第二,生物多样性下降 第三,人类过度消费和人口数量太多 该研究小组引用了150多项研究的相关数据 认为这三个危机在未来几十年里只会升级 将地球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认知范围 甚至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 那么,未来的地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大自然会更加的孤独 自1.1万年前农业生产出现以来 地球已经失去了大约50%的陆生植物 和大约20%的动物生物多样性 如果,目前的趋势依然持续 地球上700万到1000万动植物物种中 有多达100万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将灭临灭绝消失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气候变化 导致自然灾害的相同现象 都将变得更加强烈和频繁 这些灾难以及气候变化 引起的干旱和海平面上升 可能意味着2050年 将有10亿人成为气候难民 迫使人们大规模的移民 进一步的危及人类生命 和扰乱社会稳定 全球人口增长过快 也有多种的潜在危机 到2050年 全球人口可能迅速增长到99亿左右 很多人预计 这种增长趋势一直会持续到下个世纪 于是乎,这粮食安全 住房保障困难 失业 过度拥挤 和教育不平等 等社会问题呢 也会随之加剧 研究小组还称 虽然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和感受到 全球变暖产生的影响 比如说 这全球气温刷新记录 飓风季节日益活跃 但其他危机产生的最糟糕影响 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显现出来 这种因果关系之间的延迟效应 可能对研究人员所说的解决这些轻蚀环境威胁的努力 产生更多的副作用 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能够真正的理解和认识到 这种危机的严重性 以及不断恶化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 人们就更加期望各国领导层出台有助于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策略计划 但是事实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近期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 当前全球气温已经完全超越了2015年 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全球室温范围 全球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高了2.3摄氏度 略高于联合国设定的最糟糕气温 同时 各国也没有达到联合国在2010年设定的基本生物多样性目标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刀比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